好,各位同學好 歡迎來到飛鳥的第五堂課,登週城 那我是你們的鋼本小老師 那登週城呢,是我戰役的所有地圖裡面 最不喜歡玩的 而且是如果過了晚上12點之後 再拍到這張圖,我真的是玩得很 異星南山 那或是說我會比較不用那種正規的打吧打 我會用比較偏激,比較刺激的打吧打 因為他的前期的垃圾時間太長了 怎麼叫垃圾時間呢?就是說 登週城,他有點像是一個關口 然後他這邊距離很長 然後這個城牆也很高 所以你真的要有做事 如果你是攻擊方的話 或是守方都一樣 你要我們做事就是你要開始有那種短兵相接啊 小趴來趴來趴去的感覺 你要等到攻城塔推上去嗎? 但因爲這個距離跟高度 所以守方打登週城一個最常做的 就是一直拿砲瓶泼 我是這邊砲瓶瘤 就只轟啊 所以你會有很長的垃圾時間 這個我寧願就 所以說我很抱歉玩這張圖 我我每次玩這張圖 我的6就愛想 捍 那慢慢找�的 他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太簡單 變成說他太無聊 他就是AB a det 這個 那個踩下來之後就可以踩 本陣 然後兩個補擊點,分別是右補跟左補 好,那大概講一下,如果你是手方 那個 的話你可以怎麼做,很簡單 你可以A點死守 然後他是基本上我覺得他是勝利最高的贏法 真的,但是也是最無聊的玩法啦 就是泡兵子轟 然後第二個就是保泡兵,讓最左攻擊塔登城釣魚 這什麼意思等一下講 再來就是A點掉後左補右補,駕陣死守這個也很重要 那,啊對不起達哥哥 然後第四個 抓對方集結時間差,繞後請你戰場 這什麼意思,等一下來說明 那就是戰場路在大門問輸 這什麼意思,等一下來說明 來這個地形就成這樣啦 然後來詳細一些圖寫給大家看 把一些icon跟圖片放給大家看 那如果你今天是手方 就說了泡兵泡在這邊一直轟轟 泡兵泡在這邊一直轟轟 然後真的就死守,就死守是A點 用最近的兵死守,這是最高的勝率的方法 那如果今天A不幸掉了 那我們就是趕快回來 這樣繞回來 這個本陣架陣 這個右補 講錯,這個右補架陣 這右補架陣合起重要 因為這個是攻擊方最近的一個補給點 進城之後最近的補給點 也是攻擊方最常換兵的補給點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鎖,一定要鎖陣絕對不能放 只是 比例上而言 通常攻擊方 登周城攻擊方會打兩個補給點 第一個最優先考量的攻擊方會先打這個補給點 第二個呢就是打這個我們講的左補 但這個左補有個風險 他離我們 我們首方的出生地很近 所以我們直擊的速度也很快 但是也因為這個巷子很窄 所以如果今天不幸的左補被人家站走了 那 他們一個架陣 其實也可以很輕易的擋住 我們 重新點 复活的夥伴們 OK 所以這是 很常發生的第一個主戰 第一個戰場跟第二個戰場 OK 這兩個地方就比例而言 你這邊可能要放大概三分之二吧 然後這邊放三分之一去守 然後這邊 如果A點掉了本身就可以踩 這邊要一個武將 真的首方要一個武將 要一直注意 是不是有 有什麼人啊 有鬼啊 在那邊偷踩本陣 要注意的 好然後繼續 那第二點 什麼叫做說 首方就是 架陣死守A點 就是抓對方職業實際上 落後清理戰場 這什麼意思呢 講之說 這邊你右補如果不信也失守了 那人家會怎麼移動 會這樣移動 大部隊會這樣 你會發現一條長長的 像鏡像 像落鏡 會這邊集結 那因為在集結的 其實路線很長 那因為路線很長的關係 如果你今天有騎兵 這首方如果你有騎兵的話 你要很積極的 去做落後這件事情 給壓力 講落後一方面是從這邊落 去斷他 或是從這邊落 另外一條 這邊落 或是更聰明的 這樣落 都可以 但是對方不會那麼聰明的那人落 對方一定會多少對你有提防 所以也會這樣 所以會變成 一些新的戰場會打開 首先 這邊 這個會變成 呃 攻方在集結的時候會去提防你的 呃一個主戰場 這邊 成為康莊 紅步道 成為紅步道 這邊一定是打到起流程了 一定 然後在除此之外 你如果是騎兵的話也可以 因為人家也會去打人桌布 所以是騎兵的話也盡量這邊去提防 這邊都要去提防 好 所以其實在 呃YouTuber 就是呃很有名的那個超級歐洲人 DI第一名 他要講 他晚騎兵的話 他通常會把騎兵放在這個地方 放在這個地方 一方面他可以很快速的 講錯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一方面他可以很快速的支援 一方面他可以很快速的 呃來這邊來進行 落後 或是去清理戰場的任務 他有這麼啊 就是會固定如果他騎兵的話 那這個詳細位置會向哪裡會在這個會在這邊 如果你是騎兵的話 大概是 這個位置 這位置 很重要啦真的如果能或是這個位置也可以 這個盡量不要這邊 啊我是建議是這邊 就這兩個位 蠻重要的 好 那首方的話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如果你今天已經這邊掉了 又不會掉了 然後人家在那邊集結了 那攻方會有兩條路線會做 一個就是一個他會騎兵去繞後 因為你這邊會集結兵嘛 這真空城就最常做兩邊護轟嘛 那人家可能會試著從這邊騎兵這樣撞 所以你首方一定要多多提防這邊 而且你首方要注意這邊要小心 這邊是投石車投的到的點 所以你兵在架的時候盡量不要 就傻傻的啊我騎兵要來OK啊 那我放這架這就好了 不行沒用喔 人家投石車會來 真的要萬分小心 然後還有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就是你的左補 假如你今天的左補真的不信掉了 然後真的兵很多 你不知道怎麼跑 你又想來補給點 你可以怎麼走 其實這是很多人不知道一條路 其實這邊有一條路可以走 這邊是可以走的 就是經過一個 喬家大運 OK 這也是一條可以走的 好 那這大概是首方的一些重點 所以首方重點是什麼 真的最高的勝率就是首A 但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 那就是 騎兵 把這個戰場 放這邊 然後人去快速支援去清零 然後或是一直找機會去讓人家進攻方集結大部隊 那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如果首方的主要戰場在大門穩輸 什麼意思 剛剛講的這邊有一個戰場 那這邊也會有 這邊也 這邊巨馬前面也會有一個戰場 這邊 那第3個戰場會在這裡 就大門 你有可能不想打太灘 打到這邊 就像龜底 像消灘嗎 基本上啦 如果你手方如果你把交戰點放這邊 基本上我玩過的都是輸 一定是攻方贏 為什麼會攻方離出 這邊就是 攻方出人地很近的地方 非常的近 所以如果你騎兵打到這邊 步兵打到這邊 你沒有趕快拉走的話 一定是直接被人家衝甲的 所以真的拜託 除非你優勢很大 兵差拉到四五百 然後是打到那種把人家打出去 那種很奇怪的情況 不然盡量不要把戰場開這邊 真的完全不要 這邊通常 首方打啦 10打9輸啦 真的10打9輸 OK 這是首方一些 必須知道的 那我們換到攻方的部分 那攻方呢 要怎麼做呢 就是大阿軍王右撲挺進 吊炮可以壓力 或是 站點左撲放空 本陣防線 或是炮兵大本開轟 本陣防線崩潰 或是左撲若失手 穩輸 什麼意思呢 剛剛有講 就是 我們 我們那個 玩登周城啊 會很經理如果你是刀盾 中甲 你有個很很重要的首號任務 你要上城牆 然後去拆炮 這些炮你都要去拆 刀去拆 很重要 非常重要 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為了 順利 減少你工程塔 成功的時間 你減少越多 你的勝率越高 也讓你 前面比較有事情做 真的 如果你是中甲的話 你是雙刀也是 盡量去做這樣的事情 好 在工程塔推進去之前有沒有另外一種打法 是有的 因為普遍正規打法 我講最無聊的打法 就是工程塔推上去 然後上兵 上兵 上兵 然後壓A點 沒了就這樣 然後之後快速的往右捕移動 然後這樣集結 打本陣 沒了就這樣 這是最正規的打法 那有種打法是比較 比較衝的 但是成功的話可以撞到很多東西 就從這個小門 目前這樣比較主流的打法就是5隊騎兵 或是5隊狂戰 從這個小門進來 然後去走這個右捕 那這路線是怎樣 是要這樣走嗎 千萬不要 要有點小心機 這樣走之後上來 拐一個彎 再走走走走走走到這邊 目的是什麼目的是不要讓人 你在走這邊的時候 你這邊人家成長會放兵 目的是你不要走過來的這段路 然後讓城牆這邊雅平 會遠程射你的背景 這樣子你根本不可能 逃走左捕 右捕 講錯右捕 那為什麼不去拿左捕呢 因為如果A點沒拿下來 公方A點沒拿下來 左捕是不能踩的 所以你就右捕這個選項 那你這個右捕拿到了之後 OK我搶到了 就開始放兵架陣 把這兩條路給封起來 你就可以 斷了人家在A點的補給線 可是問題來了 通常 講的好聽是怎樣 但是通常比較現實的狀況是 你拿到了沒錯 OKOK I got it I succeed 我成功了 但是人家會下來 幫你清除去 一定通常 一定是幫你清除去 那你要如何讓你這個策略是有意義的 首先很簡單 而且是真的幫到隊友的 就是你 做這件策略的時間 真的不是 開場一開始就這樣做 而是 在工程塔推到成功 或是推到一半真的快成功了 再來做這件事情會比較好 這樣子 因為你工程塔推成功是在交戰的 然後這個時候你又可以斷補給 哇他們要換兵換不了 然後對方會難受 然後他們也沒有兵去跟你在補給的陣 去做抗衡 你會玩得很舒服 然後或是說你正交到一半來打了 然後兵會分兵 又可以更保證你隊友的工程塔可以推上去 然後這個時候 你如果你的目的有兩個 如果是A策略是工程塔推到了 那就是你就死守 然後如果你是為了V策略 第2個策略是為了幫助工程塔推到那個城牆上 那我的建議是你你搶到這個點之後 然後放一些清許或垃圾兵出來跟人家玩一下之後 爭取到時間人就真的趕快跑了 人就真的趕快跑了 大概是這樣 這是 一個策略 好這個工方在前面都講 如果你這是時間就覺得很長 你可以玩的一個 呃也是蠻多人在玩的一個小小策略 對那再來就是左補跟右補 我剛剛講的正規打法是右補 一定會拿 但是 目前 鄭州城最好有辦法 呃就是提高勝率的打法就是左補一定要站 你真的一定要站 而且贊助了之後盡量去死守他 真的一定要死守他 不然幾乎 呃在現行雅平你跟浮房機器泡兵很多的情況底下 其實在這邊集結啊 講錯的在這邊集結真的是蠻難贏的啦 就是你怎麼進都會怎麼白給真的是蠻難贏的 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先站左補 然後抓機會去繞後 OK 這是鄭州城的進攻方 所以我才會講說為什麼左補或是死守文書 因為這是真的 如果你左補你 你沒有去做這樣的嘗試 然後你 呃 讓對方一直不斷也可以換補給 基本上真的很難打進去 除非 你的隊友很強 你很carry 你有撞到很大兵差 但是如果兩邊是55開的話 真的很難贏 是真的真的很難贏 好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步兵 你是步兵流的玩家也玩登奏城 你可以怎麼做 基本的就是跟著大部隊往前 然後一樣打最正規的打法 然後時時刻刻掩護部隊 往集結 然後你要小心騎兵落後 把矛頭推到這邊 那如果你是遠程呢 美德選就一直跟著大部隊走 走到哪就走到就玩到哪 但如果你是騎兵呢 你的做事情就多了 就是你你會有很多的戰線在這邊 你是攻方的騎兵 就是你就必須 盡量在這邊多嘗試 可能這邊巨馬 然後你這邊打你之後 嘗試從這邊進去 然後吃他們後排 或是在跑遠一點 站著左撲之後 這樣進去 打他們 打他們後排 或是或是真的在打的 更遠一點 真的打的更更更更更遠一點 從這邊 或是從小們這樣 進去 然後打左撲 直接去搶人家左撲 然後 不要讓人家換兵 然後或是直接把這左撲站下來 都可以 但是這個東西呢 是盡量不要去做的 為什麼 就是 你大部隊已經在那邊集結了 然後你還一兩個人在那邊 在那邊鬧 那邊玩 就會很可惜 你真正要做的是 就是你大部隊集結 然後你要前進的 你幫他開這些路 清理戰場 然後掩護大部隊前進 可以到極極的地方 這還是重要的 而不是說自己是騎兵 然後在那邊裝盲 我很常看到就是新手 玩登周城 以後從小們進去騎兵 然後可以幫隊友整理到時間 沒有 很常都是兩個人進去 然後面對5個敵人 然後直接白給 這是我比較常看到的情況 那你如果不想 那為何這樣呢 你不如就直接在大門 在本陣出身 就是A點的這邊出身 然後進去 把這條路給開出來 然後可以 預防人家騎兵衝門後排 然後 一直抓機會去衝人家本陣的 另外一邊 或是抓人家左補 這才是真的比較有私之意義的 基本上到戰場後期 這小們不會 幾乎攻擊方不會到了 不會走到哪裡 OK 好 那這個是登周城的部分 那各位同學下課囉 比較好